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以制造很多的热点话题 登上榜单不在话下 再看你好星期六 嘉宾的影响力不高 先不起什么热度 更制造不出什么话题 现在的综艺节目 其实说到底就是看嘉宾阵容 没有熟悉的人 观众直接视而不见 新年过去一个礼拜 节目开启新一轮录制 在嘉宾选择上更注重 邀请一些当红艺人 龚俊贾玲录制你好星期六 在最新的录制花絮中 看到两位时下最当红的艺人 一位是龚俊 一位是贾玲 贾玲身穿红色卫衣和碎花连衣裙 还是那么的丰满 在今年虎年春晚的小品至今难忘 谐音更玩得让观众好开心 也有观众反映小品没有往年搞笑 包袱不密集 龚俊则身穿浅紫色夹克 一如既往的帅气 是人群里最高的一位 是吸睛担当 录制现场贾玲背着小手表情严肃 何老师汪苏龙 龚俊面有所思的都看向他 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等节目播出后见分享 留下一个悬念吧 录制的路透图 可以看出玩得好快乐 看起来好温馨 这优越的身材比例 龚俊干净清爽 高糊涂也挡不住的帅气 听说俊俊子又要开嗓唱歌了 一整个人期待住了 大家录制顺利 坐等节目开始 看预告就很好笑的程度 果然是欢乐喜剧人实锤了 颜值一直在线 龚俊现在可真是像模像样的歌手了 歌手俊在歌在舞 欢乐无边 新鲜出炉的你好 星期六录制路透来了 不知道贾玲和龚俊 两位喜剧人能擦出怎样的火花 一把子期待了 舞台上的龚俊 依旧是拼接品牌服装的代言人 龚俊暖心又可爱 实在太好看的五官 大眼睛 高鼻子 还有美丽的卧蚕 莫说绝佳的人品了 光就这脸蛋 他就该红 网友 百灵鸟俊俊子又要唱歌了 在节目中一盏歌喉了 不愧是龚俊 就是高 龚俊这个高度真是碾压 气质好 头发太浓密了 皮肤太白了 怎么会有这么好看的人啊 像昏血儿似的 网友 这世界上最好看的风景 最动人的情话 都比不上龚俊开心的笑容 比不上龚俊绝美的容颜 龚俊安乐转骑马路透图 像童话里的王子 就是骑着踪马 穿着白衣的王子来了 期待安乐转 我要逆风去 你好星期六 这个录制现场的氛围真好 欢乐多多 充满了期待 最后 祝福他们 龚俊贾玲可以短暂带起 你好星期六的收视率 毫不夸张地说 龚俊和贾玲算是这个节目 请来最大咖的嘉宾 看之前的嘉宾都不温不虎 没什么看点 本着观众爱看当红嘉宾的原则 这一期节目绝对有看点 可以把观众吸引过来 在播出的星期六当晚 肯定会增加一些节目的流量 至于增加多少还不好说 之前该节目的收视率一直不好 想凭借龚俊贾玲的这期节目 直接飞升 实话实说不现实 被观众抛弃这么长时间 迅速回流需要漫长的过程 只要后期嘉宾阵容跟得上 这期节目算是一种铺垫 相反情况 龚俊贾玲的这期节目 只能起到短暂回回血的作用 就像激素一样 过了时效性便回到最初状态 节目好坏与嘉宾阵容分不开 你好星期六 想要达到快乐大本营的高度 短时间内渴望不可及 有龚俊贾玲的存在 你会守候这一期的你好星期六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剧场 Psalm 118